美国总统选举的决战日就落在下个星期二 虽然寻求连任的特朗普在多个全国民调当中是持续落后 但是特朗普也并不是没有逆风翻盘的可能 因为根据美国保守派民调机构拉斯穆森的报告 公布的最新全国民调 特朗普的支持度其实并没有被抛离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支持度 目前只是领先特朗普2%而已 也就是拜登他拥有49%的支持 但特朗普则是拥有47% 而这份调查也显示 拜登的儿子亨特近期所爆出的一连串丑闻 或许就是导致特朗普他的支持度回升的原因 因为这项调查进行的时间点 刚好就在拜登的儿子疑似流出了 不雅短片和照片期间所进行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大选一天没有落幕 拉锯战都还在进行当中 因此无论是在民调当中暂时领先的拜登 还是稍微落后的特朗普 他们俩都是形成满党 积极穿梭在各个州数拉票 距离美国总统选举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 两位总统候选人也丝毫不敢松懈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更是直接踩上共和党的传统票仓 佐治亚洲 大打疫情牌 希望透过抨击特朗普在应对疫情的表现 来换取选民的支持 至于特朗普更是在一天之内 悬峰式的走访密歇根 内布拉斯加 还有威斯康星三个州 而在威斯康星州的竞选演讲中 特朗普一开口 当然也免不了要大肆批评对手拜登 讽刺拜登最近这段时间 之所以很少四处拉票 是因为根本不想选上总统 同一时间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也和特朗普兵分两路 去到宾夕法尼亚州替丈夫站台 在演讲中 梅拉尼亚除了抨击民主党政治化疫情 也提到和特朗普一起 换上新冠肺炎的经历 落力为特朗普拉票 而这也是梅拉尼亚自选举以来 第一次单独出席竞选活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